千萬不要吃得太鹹喔 吃太鹹也可能會導致糖尿病喔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可能知道什麼樣的人會得糖尿病 比如說過度肥胖的人 或是吃太多甜的食物 一直吃一直吃的人 都是有可能會得到糖尿病 但是你知道嗎 吃太鹹的食物 也可能會導致糖尿病喔 根據研究 如果食物一直服用過鹹的話 增加糖尿病的機率 是比正常人多了40%喔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首先鹽這個東西 會刺激飢餓素的分泌 所以你吃太鹹的食物 自然會讓你覺得飢餓 會讓你吃的東西 比一般人多 第二個 鹽這個東西 會抑制胰島素的分泌 另外 它會增加你胰島素的抗性 讓你的胰島素 變得沒有那麼的敏感 久而久之下來 你得到糖尿病的機率 就會大幅增加 那除了增加糖尿病之外 其實鹽對身體 本來就有很多的外出 第一個 鹽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因為鹽就是氯化鈉 鈉離子是要經由腎臟排出的 你吃了那麼多的鈉 當然就會增加腎臟的負擔 第二個 它會增加尿路結石的風險 因為鈉跟鈣 通常是一起排出來的 當你的鈉被排出來的很多 你的鈉離子 也會被排出來的很多 就會增加尿裡面 鈉離子的濃度 結石的機率 會比一般人稍微增加一點點 第三個 因為鈉本身會吸水 所以你吃了很多鈉的 血管裡面的水分 就會變得很多 你的血壓就會變得比一般人高 久而久之下來 你當然比較容易得到 心血管的毛病 第四個 鈉離子本身 對胃的黏膜就有一定的刺激性 這些太鹹的食物 基本上就會直接導致 你的胃部產生發炎 而且吃過鹹的食物 還會增加罹患胃癌的機率 那你要怎樣知道 你吃的東西會太鹹呢 第一個 你的身體就會水腫 因為你的血管裡面的水分太多了 它會滲到你的血管外面去 就會造成你身體的一些水腫 第二個 就是頻尿 鈉離子會從腎臟裡面排出來 你吃太鹹 腎臟會不斷的幫你去排鈉 你就會有很多的水分被尿裡面一直帶出來 所以你就會有頻尿的症狀 第三個 因為你吃的太多太鹹的東西 你血液裡面的鈉離子含量是高的 你身體會自然反射 會讓你一直想要去喝水 所以你就會一直覺得 我怎樣喝水 都有 所以千萬不要吃的太鹹喔 除了會讓你高血壓之外 它有可能會讓你得到糖尿病喔 雖然這個觀念很多人都有 但是很多人會不小心吃到隱性的鹽分 因為在很多的加工食物當中 你會看不出來它加了很多鹽 比如說一些火腿 加工的麵包 加工的麵粉 所以我建議大家 還是要清淡的飲食 小心隱藏的鹽分 薑屁一件事 關心健康所有事 非常謝謝大家對薑屁一件事的支持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薑屁一件事